爸爸還給我們來, 什麼事? 不知道 可能是宣布遺囑 爸爸…沒事, 爸爸… 爸爸… 怎麼這麼遲? 爸爸, 你找我們, 什麼事? 你們忘記了嗎? 又到2023年接龍月曆的時候 我已經預約了工作室 下個星期拍照 我現在做新服飾, 你們也準備一下 我和弟弟很想跟你拍 搞錯了, 我是大張先生 我和爸爸不拍了 我和弟弟很像, 我不知道是黑天鵝霸主 是呀, 寫一本 我要拍… 我也拍… 我贏了… 我贏了… 大龍先生… 寫一寫, 大龍先生 你們怎麼會這樣? 你們聽不到我說要拍2023年月曆嗎? 聽到… 你們好像不想拍, 你們年齡都爭著拍 不好意思, 爸爸 下個星期我要去澳門談生意 我想我拍不了 姐夫, 我要幫阿蓮哥整定合約 我也要代表新威蓮哥參加美食展 我要拍戲, 也拍不了 這麼巧 我下個星期也要不上去西北豪庭 搞個動土禮 我要去婦女會的義工營, 也拍不了 好, 我要清迷這些代價, 所以我會去旅行 還有, 我剛剛訊息了伯母Sindy 她說她要去英國探望Joe 所以你不用遇她了 你們每個都不認? 爸爸, 如果沒什麼事, 我先走了 我約了彭總去談那份合約 我也約拍戲 先走了, 各位, 再見 再見… 好, 正方, 我先走了 我也約了客人要視像會議 我也先走了 我和Max一起走, 再見 再見 他們走, 我也走了, 再見… 你們 原來你們這群子女 不肯跟你拍攝越力上 難怪你一名人飯堂吃不下飯 還搞得要來我這裡, 肯即食麵 我以為像了Terry和阿楓 他們一定是最討厭崩頭陀影 因為他們認為 如果誰和我拍照 他們就很大機會成為我接班人 你不說柔子可 一說了, 他們人人當然說 有安排了…不拍了… 還說完馬上離開 你怎麼知道的? 慢著, 你一定是知道一些事的 你先冷靜點 我也是早幾天聽到阿蓮他們說 小蓮, 算一算日子 又是時候拍月曆 我想你要想想怎麼跟歷史搶 我今年沒想著搶 你們記不記得上一年 爸爸拿了我們的合照 去合成做他那張人頭照片 在他心中, 我們根本就是可有可無 我今年死都不拍了 那倒是, 弄得個個好像欠崩頭那樣 不如讓他自己慢慢拍, 拍包就好了 是呀, 爸爸真是超級自私的 豈有此理, 連Terry都竟然說我自私? Max倆倆倆, 說得更容易 你爸爸, 誰知道自私 簡直是沒有良心 Max總是悶心悶命地為他 做錯一點點事就降他職 簡直是很可憐 去年那隻龍力連爭贏了又如何 又是沒有影子 也不代表他是繼承人 繼我做多點生意 爭取好表現就最實際 叔叔經常玩你們的, 這麼壞 他們竟然這麼說? 那阿楓呢? 阿楓? 伯母Sindy, 你以為每個人拍月曆 真的想拍月曆嗎? 我免得被人拿來賤杯、賤碟 扔飛錶, 這麼大侮辱 所以我拿了一架去旅行 你安心去英國探討Joe吧 他說是侮辱? 所以說呢 你們老婆和子女怎麼肯跟你拍? 有誰像我, 這麼尊重你呢? 大龍先生在見董大師 說得明目騷擾他 大龍先生, 你的子女功我已經批好了 此人喜事遲中物 一遇燈火變成龍 你的繼承人很快會出現 那是誰? 這個人會跟你在燈影中相遇 燈影?我明天就會拍月曆照 拍照要打燈, 用閃光燈 難道來和我拍照的那個 就是我接班人? 極有可能 但他們都沒空來和我拍照 那豈不是他們任何一個? 萬事家有變 我可以說的是這麼多 告辭 謝謝你, 不送了 董大師這些神困來的 距離是一頓茶喝的 爸爸怎麼可以相信他呢?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訂閱這個頻道吧 我們再見到這句話 這句話 我們再見到這句話 我們再見到這句話 再 giveización 人的聲明 讓你們看 參與 記者 掛